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日 今天應Patreon會員網友的投票要求 講講歷史破障的題目 題目非常有趣 因為咒王作為一種暴君的形象已經有2,000多年 到了20年前我還記得 無線電視風神榜的主題曲 也是講雙咒王 暴君率眾妖害人 這種形象非常深刻 但是歷史上還有一些人要為他平反 最近是百家講壇的復旦大學教授 叫做錢文宗 幫他平反 說雙咒王是好人 網上有很多文章都說雙咒王是好人 這個風向為什麼會轉了呢? 今天要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他們這個平反是新一波浪潮 在新中國之後 毛澤東根本上早就已經幫雙咒王平反了 重新肯定了他的功績 雙咒王是暴君的形象 譬如說孟子也說過 他說 殘人者為殘 賊二者為賊 民諸一獨夫佛咒 未聞是君也 殘暴不仁的君主 推翻他 搞革命 人人得如諸之 這是天經地二理所當然的 孟子從正義革命的角度 去看武旺佛咒 但是毛澤東不是這麼看的 毛澤東是一個君主 是一個領導人 他跟孟子的視野不同 孟子是讀書人 讀書人是講正義的 但是毛澤東是講社會穩定的 他怎麼看雙咒王呢? 他的評價非常高 他在1958年 他寫了一個文章 就是幫雙咒王平反 他說 將秦始皇、曹操 當是壞人錯誤 其實咒王是一個很有本事 能聞能武的人 他經營東南 將東儀和中原統一鞏固起來 在歷史上有功 咒王罰除周之兒 打了勝仗 但是損失很大 俘虜太多 消化不了 周武王成虛進攻 大批俘虜倒戈 結果雙朝滅亡了 毛主席去看雙咒王就學了一個教訓 就是咒王的失敗是因為 他抓了一些俘虜回來 沒有處理好 做事沒有做得太盡頭 寧左就墨右 毛主席就是這麼做事 不可以有任何周旋餘地 你抓了那些人 你竟然是俘虜了他們 而不殺了他們 不講盡殺絕 到了有一天 周朝 周國打進來的時候 就推翻了你 連同那些俘虜一起去推翻你 那你國破山河在有什麼用呢?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 毛澤東就思考了一個問題 做事一定要做到盡 咒王不是壞人 毛澤東在1959年2月25日 在座談會裡面再說 他說咒王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 是周武王將他說得很壞 他的俘虜政策做得不太好 所以後來就失敗了 毛澤東的總結就是 是後面的人唱衰他而已 歷史是由勝利者所寫的 所以周武王唱衰雙咒王 根本不是壞人 而且很有能力的人 擴大了中原版圖 將東儀納歸到中原王朝裡面 所以咒王當然有功 而且他個人能力也很強 所以毛澤東看雙咒王 真的有聲聲相識的感覺 他不僅要幫咒王平反 他要幫曹操 幫秦始皇平反 他說過 他說勸君小罵秦始皇 焚書省餘要商量 在毛澤東眼中 焚書省餘不算什麼 事實上焚書省餘 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很大 令我們看不到很多歷史書 散改了很多歷史書 將很多真相煙滅了 但是這些是統治者做的 統治者一定理所當然去做的 在明代清代搞一個文字獄 死亡幾千人幾萬人 但是中國歷史上加起來的文字獄 不夠1949年以後 總和完全不能夠和1949年相提並論 兩千多年信史以來的文字獄 加起來的總人數 都不夠1949年以後攝氏的人多 這個焚書 篡改的書 肯定是望塵莫及的 所以毛主席的眼中 咒王也好 始皇帝也好 都是一流的好人 毛主席還是批評孔子說他空談 唯心主義 孫子就好了 唯物主義 法家就好了 所以近年又掛了孔子學院出來 似乎還未能夠深入學習到毛澤東思想 而做出來的舉措 有關方面應該要好好反思一下 但是 雙咒王的評價 毛澤東是憑他自己個人的感覺去看而已 不是憑文獻 也不是憑任何出土考古文獻資料去看 我今天希望利用傳統文獻 以及最近出土的文獻 去跟大家分析一下 雙咒王到底真實的面貌是如何 這一定要講到史記 為什麼要講史記呢? 史記和司馬遷總結了 由周朝以來大部分關於雙咒王的一些記載 寫成了史記、恩本記 因本記很短的字數裡面已經總結了雙咒王的一生 首先告訴大家 雙咒王不是真的叫雙咒王 是別人叫他咒王 天下人稱之若咒 他其實應該叫什麼呢? 他叫做帝身 跟著甲骨文去看 他是用帝為稱呼的 帝月和帝身 帝月是之前的君主 他就是帝身 帝身 就是他的名字 本名 而根據甲骨文的卜詞 真的記載他做帝身 所以咒王是他的對家罵他 所以史記記載雙咒王的歷史這麼說 他說帝咒 他這個人是知辯折疾 很厲害 思想敏銳 身手也敏折 文件甚敏 財力過人 非常有才華 所以毛澤東說他很有才華 是根據這句話的 手隔晚壽 用手抵擋了晚壽 我又不知道一個人可以打死一隻牛 還是可以挑200斤大物而不換肩 兩者應該都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但是他的性格很有缺陷 司馬遷說 前面稱讚他的能力 後面性格很有缺陷 知足以拒間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不接受別人的批評 一個君主 一個國家 一個領導 一個政府 不接受人民的批評 不接受大臣的批評 別人說了就說別人抹黑你 別有用心 這些人一定有問題 他言足以釋非 全部都是用很好的說詞 去解釋責任不在我方 下屬人神已能 下屬有才能 他說全部是自己的功勞 下屬做得好就說自己功勞 好酒就淫落 好酒淫落 又喜歡喝酒 生活又淫車 淫落 他還有很多例子 譬如說 他愛一個坦紀 坦紀其實很慘 是一個俘虜 坦紀是有蘇士的美女 他進攻了有蘇士 然後搶了一些民女回來 這個就是蘇坦紀 坦紀之然是侍從 坦紀說什麼他聽什麼 於是使人家 去做一些淫惡淫聲 淫和淫賤不是一樣的 孔子也說鄭國淫聲 鄭惡淫聲 淫是一些很激進的 很過分的 不是一些 溫柔敦厚的音樂 所以當時人們認為音樂是跟教育有關的 聽一些溫柔敦厚的音樂 人的盛情就會逃惡淫 好了 聽了一些飛飛之聲的淫惡 一些很邪惡的 很迷幻的 很激進的 可能很Rock and Roll的 很Jazz的 這些音樂就不太好 然後他口腑稅 他只是不斷加稅 萬歲萬歲萬歲 做什麼呢? 擴充他的宮殿 就會有是這個故事 還有很多人可以說 有什麼好處 說話萬歲有天 你可以說 但老大點作語 男追女、女追男在酒池玉林 全部是赤裸上身跑 玩多人運動 這些人真是邪惡不堪 這就是他的歷史形象 但是這個歷史形象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就是後世的對家去抹黑他呢? 近年有甲骨文的出土 百多年前是甲骨文的出土 而甲骨文不斷地有新出土 最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甲骨文出土 就是來自陝西 陝西就是周朝的根據地 在周朝的根據地裡面 找到一個叫帝身卜詞的東西 帝身卜詞就是 你知道了 雙代人寫甲骨文是用來占卜的 他每做任何一件事 譬如說要結婚要占卜 要打仗要占卜 全部事情都要跟上天說 雙人是鬼神 什麼都要跟上天說 結果他收藏了當時的帝身 就是雙袖王 去打西州八歷史的占卜 這叫做帝身卜詞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在周的根據地裡面找到咒王的占卜 有些歷史學家懷疑 會不會是周後來打贏了雙之後 將對他自己不利的文獻 全部收藏了 不讓人看到 因為 根據《史記》傳統文獻的說法 就說當時百姓很憤怒 然後雙袖王用炮落之刑 用炮落辣人家 西八昌就是周文王 他們很不高興 然後他又繼續淫落 殺了九侯的女兒 九侯的女兒不肯就範 他殺了他 然後諸侯勸他 所以西八昌文之涉探 周文王聽到這件事之後 就議論他 就很憤怒 結果 後來有人告了給雙袖王 雙袖王就囚禁了周文王 是九年 囚西八九年 後來導致他的兒子周武王 看到時機來到 就討伐雙袖王 結果武王佛咒成功了 周朝建立了 這就是傳統的歷史 但是根據甲骨文最新的考證出土 事實與這件事有多少不符 在陝西旗山鳳初村西州宗廟的地基裡面 掘到大量的雙朝甲骨文 這個雙朝甲骨文裡面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竟然發現到根本 剛剛那件事和甲骨文裡面的記載是完全不符的 甲骨文什麼記載呢? 話說西州文王 他自己無緣無二日天無二主 他無緣無二日稱自己為王 你知道公侯伯子男 他是一個伯 西伯 他稱自己為王 當然是搞另一個新的字徒 搞一個新和聯性 就王當然不肯 所以就王討伐他 打贏了他 最後囚禁了九年 而州是投降的 所以州的首領 西伯昌被人抓了九年 原來記載是這樣的 不是說 剛才所說他真的太淫落 然後西伯偷偷地說他是非 被人聽到 就抓了他 所以從這件事去看 周朝抹黑就王 真的有這個機會在裡面 完全是無中生有的 當然毛澤東說的時候 他完全不知道這些歷史文獻 那時候還沒出土 現在出土了就知道 毛澤東真的能夠掌握到統治者的心態 就是在毛澤東之後 他也寫四大家族 找陳伯達去寫 抹黑蔣介石 其實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等同周朝 抹黑雙袖王的事情 是一樣的 曹丕逼漢獻帝蟬洋 他說我終於知道古人姚信羽 那些蟬洋之事 統治者就能夠揣摩到 掌握到這些心態 孟子也說過 盡信書不如無書 這書就是《書經》 又叫上書 他說對於就王那些壞事 不取之以三 信兩三成而已 因為孟子也深深掌握到 後代君主抹黑前代 這是歷史常態 所以 雙袖王的暴行 在周武王的眼中 非常不堪 但是這個不堪又不是後世中那麼不堪 因為根據顧揭江教授 100年前一個古史辯學派的出現 他發現了 歷史上對於雙袖王的暴行 是越後越豐富 是程序累積發展而來 他也解釋過夏朝 其實我之前詳細破障破了夏朝的問題 夏朝能不能夠成立 現在西方學者普遍不承認夏朝 因為他沒有確實文獻 或者考古出來的資料 也證明不了他的夏朝 而事實上甲骨文找不到有夏朝的記載 也沒有大雨治水 到了西州初年的文書也看不到 到了西州晚期才出現了 然後到了東州就越來越豐富了 夏雨治水就是一個神話故事 不斷累積出來 除非有一天找到遺跡 遺跡 譬如說現在找到二里頭 二里頭也證明不了夏朝 找到夏虛也證明不了夏朝 你只找到傳說中夏朝時期的一個新石器文化的遺跡 但是你沒辦法證明兩者是有關係的 證明找到大洪水的痕跡 也不能夠證明有羅亞方舟 不能夠證明有亞特蘭提斯 同樣道理 雙袖王的歷史也是越後越豐富的 一開始在西州時期 說他的暴行主要有以下幾項 第一 淤酒 說他經常淤酒 酒池玉琳 淤酒 第二 說不用貴戚舊臣 史記也說他是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 叫做微子 是賢臣 他不用他 結果他經常用了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 大陸現在的文章幫他平反說他很厲害 就是為財事用 不問出身 但是是不是呢? 沒有資料可以看到 第三 就是用小人 小人不一定是壞人 小人到底是什麼人? 是不是一些暴虐之人? 還是解出身卑微的人? 這還要有待考證 第四 聽信虎言 聽信虎言聽女人說話 但是周武王的口中 這篇文章叫做穆誓 就是周武王討伐雙奏王時期的一個討伐書 說他聽女人說話 但是這個聽女人說話 沒有說到是聽坦記說話 而事實上在商朝 女性地位是很高的 在甲骨文裡面 我們找到武丁時代的一個女人 就叫做虎豪 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戰神 她是南征北伐 她是一個皇后 但是能夠領兵 南征北伐 每次打仗 武丁就會拜神 在甲骨上幫她占卜 幫她祈禱 所以由此可以看到 商代女性地位是非常高的 周朝女性地位是很低的 後宮不得剛正的 但是商代女人是能夠出仗入上 所以這裡說她聽虎仁言 以前沒有說明是否聽坦記說話 還是她的軍宗裡面有女人 這一點是無從得知的 但是在周朝的眼中就是她的罪名 好了 第五 是信有命於天 說她信有命於天 周朝的人是上鬼神 信命也是罪 好了 第六 但是不留心祭祀 這兩者是矛盾的 如果她信在命有天 她照計應該留心祭祀 而事實上在出土的甲骨文裡面 咒王 真的事事敗祭 你說她不留心祭祀 這點也是值得相確 以上六點 咒王 看不到是大奸大奧 是貪酒而已 忘記正事 她是一個昏君 但是是否一個暴君 其實從資料裡面是看不到的 顧潔江的考證 到了越後期 就越多昏君 暴君的形象在裡面 譬如說酒池玉琳 又出現了 又殺了別人的老公 搶別人的老婆 又出現了 還有最出名的就是王子彼江 刮了心 這些後代又出現了在楚慈的時期 這些全部是東周春秋戰國以後才出現 在春秋戰國以前沒有 又說她用玉做床 籌民王七年 在左轉裡面記載越來越多 事實上在早期西周的文獻裡面 至少在周武王的口中是沒有的 甚至去到漢代說坦己 喜歡的東西 坦己之所欲貴之 坦己之所憎諸之 說到完全為了坦己 去誅殺大臣 無所不用其極 殘暴不仁 這些其實 根據顧潔江的說法就是到了越後 去到越後的豐富度越高 去到越後人們的想象力越高 但是當然這個顧潔江的解釋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是無從判斷的 因為去到越後資料越豐富 其實 你反過來可以看是因為去到越後 傳到今天的文獻越多 越早期 尤其是秦始皇 毛澤東的偶像 焚書坑魚 我們看不到那些大量文獻 所以 越後資料越多 不一定是在後面作的 可以是失傳了也不奇怪 所以雙宙皇 毛澤東要幫他平反 現在大陸的歷史學家要幫他平反 我認為也是言之尚早 他是不是一個暴君不知道 是不是一個昏君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就是 周朝 有散改歷史 說他籌文王七年 或者說籌文王九年 這種說法 史記的說法是不合理的 也不合乎現在出土文獻的記載 出土文獻的記載 就說他是周 自己自立為王 蓋了一個新字頭 跟他分庭抗泥 然後就王才打他 打到他要自己投降 周是投了行 西八昌 投了行然後才被人籌了七年或者九年 後來他的兒子周武王幫他父親覆卓報仇 結果推翻整個朝代 報仇的時期還聯絡了很多不同的國家 其中一個國家就是屬國 這個屬國到底會不會是三星堆呢? 這個我遲些有機會再跟大家分析 三星堆的題目我之前開了一個道論 再之後我可以用更多DNA報告分析 討論一下三星堆到底是不是外來文明這個話題 希望大家可以參加我的Patreon 參加我的Patreon就可以改變了投票 影響到我會準備什麼題目 這個星期《雙袖王》的歷史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留言 支持一下 記得還沒按訂閱的朋友也要按訂閱 訂閱了的 按一下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我的短片了 以及參加我的Patreon會員、網友 就可以有更多資料 參考資料也可以看到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